高雄香港新風間 因為路面沒有畫設紅線 那就有車主為了停車問題 跟住戶起糾紛 從上個禮拜四開始 他就把車停在兩間透天錯的中間 影響了住戶的出入 那有屋主他要裝潢新家 結果被車擋住就沒有辦法進出 還氣得叫工人用鷹架 把這車給圍起來 白色轎車停在兩間透天錯的中間 一停就是好幾天 住戶開車出入受到影響 向車主反應 但車主置之不理 車上也沒留下電話 氣得屋主找工人 用鷹架把車子圍住 屋主說他們透天錯外頭 因為沒有畫紅線 這一台車常常停在他們家門口 有跟車主勸導過 但是車主還是不想理會 這一次變本加厲 故意停在兩間透天錯的中間 造成他們停車困難 住戶因為要裝潢維修新家 現在工程車也沒辦法停 真的是忍無可忍 才會派人用鷹架圍車 現在警方聯絡到車主 不過車主說他停的地方沒有畫紅線 也沒有擋到住戶出入 暫時不想移車 而現在警方只能先要求屋主 先將鷹架撤掉 同時也勸說車主將車移走 不過這名屋主不滿車主亂停車 氣得用鷹架將車圍住 沒有事先申請 已經違反倒交條例的規定 恐怕也將遭到開罰 記者紅龍斌 SNG小組高雄報導